我们一大早来到了爱丁堡 我们住进了爱丁堡大饭店 已经准备好好好有心 我们有Johnny Walker 还有一些chips 还有很知名的那种 Scottish Showbread 这是一些我们可以来下酒的小东西 而且不只是有Johnny Walker黑牌 还有苏打水 通明水 还有Ginster Ale 所以一大早我们就要来喝点调酒 开味 那刚好手上这边也有一整盆的那个 新鲜的水果 不想来说 帮美丽华姐姐做一杯很好喝的小调酒 来 我觉得这个葡萄很不错 我们先用葡萄呢 先榨点汁出来 然后抓几颗葡萄 我们把葡萄榨点汁出来 这是厨房里面拿到的这个 木匙 然后拿这个 大点汁出来 不用太用力 我们轻轻的把这个葡萄弄开呢 因为这个让葡萄的香气 可以到那个 待会呢 酒里面去很好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点小小的调酒 然后这个葡萄其实待会也可以吃的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呢 加一点点的 威士忌 这个瓶子我还从来没有看过 塑胶的 嗯 梅花姐姐酒量很好 所以我们要加多一点的事情 呵呵呵呵 然后呢 再加一点冰块 这冰块呢 是刚刚啊 我从那个冰箱里拿出来的 嗯 我们住进的这个饭店啊 他给我们一个是一个小型 一个小套的公寓 所以呢 里面有所有的厨房设备跟洗衣机啊 那个 什么通风都有的 而且这所有东西都在厨房里面的设备 蛮方便的 最后是我选择的是 Ginger Ale Ginger Ale再加上威士忌真好 哇 最后再拿这个小汤匙 稍微搅拌一下 梅花姐姐非常挑剔 在给她喝之前 我自己先喝看 嗯 太好喝了 我真有天分啊 Cheers 好